好多人喔! 看首播的嗎?你們剛剛都有看首播嗎? 有,我有看 我也有看 我也跟你們一樣看不過癮 我剛剛自己都還說,欸,沒了 對,我以為很長,可是其實已經很長了 其實很長,他大概快五分鐘 然後扮演了四 四個樣子,四個不一樣的角色 四個樣子 大家好,大家都進來了 線上上有非常多人喔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是我本人的規法 對,今天跑來探探探探 家,探探探 可能還有些人不認得我 怎麼會,那麼紅? 沒有 哈囉 因為這一次為什麼會來到我家,是因為 我們在MV裡面是扮演一個歌迷的角色 對不對?然後我還記得印象很深刻 是那天在環球唱片樓下 遇到環球的一個主管,他就抓住我說 關探探,王姓可不去你家 我說幹嘛?真的? 我就嚇到欸,他幹嘛沒有跟我講 前面你的專輯,精選集的那個故事 對 他就抓住我說 關探探,王姓可不去你家? 我說,喔好啊 可是大家要來幹嘛? 然後他就跟我解釋說這一切的意義 是這麼有意義的背後 然後我就覺得說 天啊這太有意義了吧 因為如果說 你整個MV都演一個歌迷 然後這次就來那個歌迷家中 然後跟大家一起看一個MV 很有這樣很溫暖的感覺 因為這個直播我們剛剛前五分鐘 我們是坐在我房間看MV 對啊 對啊 我們一起看MV 然後一起剛剛在就是在線上回大家 對 好,來看一下大家的 四個角色大家都有看到嗎? 就是迷妹歌迷 學生歌迷 然後就是上班族歌迷 還有上班族歌迷 是 然後以及就是帶了小孩 就是成家成家結婚立業的一個媽媽歌迷 哇,留言刷好快喔 對 喔,這個好 我覺得這個好需要這樣子 好,可以可以 不然它會有點 對對對 所以剛剛裡面是有四個角色 然後我們剛剛聽到的是 它這首歌就叫My Cindy對不對 喔,有人說看哭了 蛤?哪一段哭? 是試驗那個嗎?還是 對,是看哪一段哭的 還是看到什麼想要回憶 對 Sorry,我只能演媽媽 我演不了爸爸 可是剛剛裡面有一套那個 穿上學生制服的 好瘦喔 然後很年輕耶 對啊,我一直都是這樣啊 我唯一一個驚訝的是那個 穿哈尼那套 居然只有我是那兩個小動畫 對,其實是 我們其實為了 我以為有一整段 就是那個動畫 你想更明顯對不對 但沒有,因為這次的主題就是 歌迷的視角 所以還是就是以歌迷的角度為主 然後所以那個就變得比較點綴式 就是好像在房間裡面幻想著 跟王杏玲一起跳舞聽這首歌 那兩個小動畫 大家不知道剛剛有沒有 不小心錯過 有可能大家沒有注意看 你們等一下我們直播完再回去回放一下 就是迷妹那一段 他剛剛有兩個那個 哈尼的那個出來 然後在那邊跑到 超像那個貼圖之類的 就是大家如果有用社群軟體的話 你也可以當貼圖用 喔 有人說哪個部分很感動 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人說鏡頭放遠 可是放遠一點 我就看不到你寫的字來啊 對啊 我們就很想看你們講的話 對啊 而且我們兩個已經貼很近了 有人說這麼多年了 你還是一樣美麗 喔 我知道 好會說 線上應該有非常多人 都是聽王杏玲的歌長大的吧 當然包含我也是 真的喔 你是從 愛你到哈尼嘛 對 那有些人也是從 我知道也有一些人再早一點點 就是當你那一張嘛 對 灰姑娘的眼淚那一張 當然也有很多人是看偶像劇長大的 有人想要後面的這張海報 喔 不好意思 後面這張海報是 暫時你們先拿不到了喔 欸 他們其實現在可以預購對不對 現在可以 明天 十二點之後就可以預購了 但是其實有一些網站已經可以預購了 就是 偷跑的 對 可是因為有沒有預購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我什麼時候預購是一樣的 因為預購就是那個時間預購就可以啦 對不對 然後這次預購是不是有非常好的禮物啊 很多禮物 非常多禮物 這張專輯 這個精選集 真的是為了歌迷朋友而做的 嗯 因為 你也知道因為 這個疫情的關係 有點打亂了我們大家的腳步 對 然後本來就是說 今年還會有安排很多時間跟大家碰面 但是因為被打亂了腳步 所以辦一個 就是如果辦不了跟大家面對面的演唱會 想要錄一張演唱會給大家聽 對 那在沒有看過這張演唱會的朋友們 可能可以想像一下 可以感受一下這樣子的演唱會的這個氣氛這樣的感覺 我們重新錄製 用演唱會的這個 呃 所有的編曲 演唱會的配置 演唱會的混音 而且是特意把它混音成就是大概 一萬人這樣子的音場的一個感覺 你戴著耳機聽的時候 你會聽到那樣子的音場 很像在演唱會 對 然後或者是參加過演唱會的朋友 像去年 關關也有來 到上海嗎 在上海 對 所以那可能有參加過的可能也會 我覺得這也會是他們的一個回憶 對 所以那時候就想說想要做一個這樣子的事情 那裡頭的東西其實真的也是想為了大家 就是讓大家可以很有紀念價值的收藏 所以裡面會有一個 呃 剛才那支MV的 Special Trap的那個 呃 卡帶 喔 聯繫的 喔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剛剛聯繫卡了一下 好繼續繼續 就是那個Special Trap的那個卡帶 卡帶 就是比較復刻的一個感覺 嗯 然後還有演唱會 跟朋友從來都不可能擁有到的一個那個 後台的那個Pass 嗯 我好像有一兩張 你有嗎 某幾場好像剛好有拿到 就特意做了一個這樣的Pass給大家 然後還有 林寶手札 就是我們大家都會有筆記本嘛 嗯 然後有時候 在學生的時候都會在裡頭紀錄很多 嗯 然後貼自己喜歡的藝人的照片 那當然 我已經把我自己本身已經 就是所以你們不准貼別人 已經貼好了 已經貼好了 貼好了 貼滿 其實都很習慣打字嘛 我們都一樣 對 有時候都已經忘記了 甚至忘記了字怎麼寫了 對 所以這次我覺得我就是自己寫下來 然後 但先不跟你們講的內容 你們拿到就是這個傳記的時候 很多人說已經聽了十六年你的歌曲了 哇 十六年 別說姐姐今天太美了 真的嗎 謝謝 期待手寫信 因為我記得去年我去聽演唱會的時候 我朋友可能他不是每一首歌都會唱 可是沒想要放一定 因為你們以前小時候可能 你失戀的時候 或是熱戀的時候 或是搞愛媒的時候 你一定會想到哪一首是 那個時候你在聽的歌 我知道有很多歌 你好像會用當你或是愛你 但還有那個想和你我也覺得蠻可愛 星期一穿妥鞋光節 星期二位消失憔悴 無所謂 無所謂 你一起畫面都很美 哇這首也好可愛喔 還有好多喔 對啊 所以這一次的那個精選集裡面 有總共幾首歌 二十首歌 然後我們還不知道 剩下的曲目是哪些對不對 因為目前曝光的是五首左右 目前曝光五首 算是六首嘛 加上個串燒 對加上串燒 還是心裡串燒 總共有二十首 二十首 這個我們可以先搶先知道嗎 可以吧 因為其實三個小時後 應該數位就會上限了 對不對 但你知道嗎 其實搶先上限 還沒有 是預購耶 對耶 那不能講那麼多耶 那不然再講個一兩首吧 會有 都是熱門歌嗎 還是演唱會有唱過的就有可能 都是在演唱會裡面有唱過的 演唱會的一些段落 當然不是演唱會的所有 但是會有它的一些段落 然後跟你上海場有聽到的 你說那個限定女團的那三首歌 對因為 有這個 這很大耶 是嗎 是嗎 因為 我就說這是演唱會裡面唱過的歌 在演唱會裡面唱過的 然後包含我其中那一part 是on vlog才會唱 對 然後是每一場演唱會都會選定 然後唱不一樣的歌 其中在上海的上海場裡聽到的那首 你是說曖昧 跟隱形的翅膀 隱形的翅膀 對 就是也會收錄在裡頭 哇 那個就是演唱會的段落這樣 就蠻有趣的 這蠻獨家的耶 對因為大家 不是我知道你們都在說什麼 卡團 卡團 就是那個時候是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我在上海的演唱會 就 就唱了 卡就是CAR CINDY Angela 然後Renny 剛好三個人 之後說不定會有別的女團喔 之後嗎 嗯 我記得我前陣子有知道一個 我記得我前陣子有知道一個 滴滴滴滴 還有人說 喔 哇 欸有一個歌沒喜歡你很久 他點了兩首 好好說沒聽到的歌 他說 之後台灣如果演唱會 會唱糖冠子嗎 哇 這首好久喔 好久不會 我都快忘記了什麼 糖冠子開了 回憶裡的我們 大概這樣啦 你記得這首歌嗎 我記得歌名 但是 副歌我可能自己都要聽 對 什麼糖冠子開了回憶裡的我們 不會唱 直接忘記了欸 好久喔 有人說最喜歡從未到過的地方 嗯 有人說沒有Bad Boy 你怎麼知道有沒有 對 對 你怎麼知道 對 因為我不知道有沒有 我是真的不知道 對 因為其實我們都沒講 對啊 有人說立刻出發 太陽萬歲 喔 還有什麼 太陽萬歲 對 距離有多遠 是唱唱嗎 欸 快來告訴我 你們剛剛看完MV的感覺 好不好 對 因為剛剛MV是感動 因為那天 其實我有去探班 嗯 對 這個沒有講過欸 對欸 因為我這裡已經剪那個影片 剪超久了 就是在明天 明天會播對不對 對 明天晚上9點 我都還沒看到 因為它是一個完整的探班的歷險季 真的啊 因為那個地方有點太難去 等一下可以偷看嗎 可以啊可以啊 我想先偷看 我要搶先你們看 明天你們就看得到了 因為那天拍攝的一點超遙遠 然後我們為了到那個山裡面 我們還轉了車 然後還租了車 對 因為片場的地方都會比較 因為片場的地方都會比較 對 為了要大 所以呢 然後才能去這邊 有人說會有簽售會嗎 會有 唯一的議場簽名會 只有唯一的議場 所以請大家要把握 你看這個 好看這個 然後那個時候 反正那天從 因為我只有去第二天 其實MV是拍了整整36個小時 然後中間換了好多套衣服喔 你來探班那天36吧 因為我拍兩圖 兩天加起來36吧 兩天加起來36 喔OK 48小時拍36 OK 對對對 因為中兩天48小時 然後那天拍了Honey的衣服 跟那個愛你的衣服 還有一些穿媽媽的啊 欸有一段 欸不得不說 因為我以前就很喜歡看你偶像劇嘛 可是我沒有到現場去拍你探班的那種花絮 那天我有被你的演技嚇到欸 真的嗎 因為有一段那個OL的那個 你在脫高跟鞋要踩上去那個 然後你演的時候我想說 這麼認真 就是因為我很少看到別人現場演戲 然後你演完那段的時候 我記得導演還出來說 這個細節很好 對 然後我就覺得 脫高跟鞋的時候大家很敢很緊 然後就會弄一下 對弄一下的那些小動作 這個真的是現場看到的那個演戲的那個細節很不容易 真的喔 對啊很久沒演戲了 我覺得這支MV有讓我小過一下心 過足戲 還有一段是那個我會好好的 剛剛看到那裡面 就感覺有一點點不知道是上班族的失戀還是疲憊感 哀愁 又是又疲憊的那種感覺 我是這樣想像的 對然後可是有很多人會用我會好好的來聊情商嘛 對 對啊所以就選用這樣的歌 然後像你們的角度 然後演了四個不一樣的你們 啊有人說很喜歡人形立盤的段 因為就覺得很像歌迷 喔好 OK 我來看一下還有什麼 我小的時候開始認識我的 哇那你現在年紀應該也不小 有人說可惜這支精選沒有搭搭搭 你們到底為什麼知道啊 這歌曲是公佈過的是不是 喔 唱片好像會先說 喔好那如果你們想知道 你們就去唱片要預購吧 你們去年才知道吧 因為我去年的演唱會沒有唱答答答 因為我們就是 演唱去年演唱會的一些 截取一些他的片段 是 演唱會的片段 然後去年沒有 所以當然也不會有 有人說紅兔兔超可愛 對啊 有人說這次會有見面活動嗎 會有簽名會 會有見面的簽名會 會有見面的簽名會 但是只會有一場 那 確切的時間跟地點 就要請鎖定 我們的官方訊息 天啊這個我也不知道耶 對因為 其實有些歌迷就會開始傳一二傳二 你知道幾月幾號了嗎 我知道幾月幾號 那你可以偷偷放棄一下嗎 還能不能想要偷知道 喔 喔 可以可以可以 還沒你看到我晚上有行程 可以 那我先寫下來 可以先 但是時間還沒出來啦 喔 沒關係 是下午 想像起來一定就是白天的時候 這是嚇死我了耶 不會是早上 不會是早上 但是一定是白天 因為他剛剛點了我那天 那天晚上是有一個 要去看演唱會的行程 對 我也蠻喜歡的一個歌手的演唱會 我們會不會一講越多啊 哈哈哈 那個人好像開了三場的演唱會 那你們要猜哪一天呢 這是我唯一的一場簽名會 所以就是 那天下午要控下來 就是可能最近唯一一次很近距離跟大家碰面的機會 所以請大家好好把握一下喔 然後這次反正就是預購的話 裡面會有卡帶 大家到處可以聆聽 然後包含剛剛講到有手寫信嘛 還有一個手札 然後還有一個那個VIP的PASS 還有拍Lead的超值珍藏 嗯拍Lead 然後還有 對對對 欸就差不多這樣很多耶 對啊對啊 而且價錢 我真的覺得環球唱片真的很支持 是一個甜甜價 因為你送那麼多東西雙CD 其實整個成本我說真的非常高 所以我聽到唱片公司的定價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蠻感動的 他們真的也 他們是真的希望我的歌迷朋友都可以 可以好好擁有跟珍藏的 因為這些歌真的是每一個人都一定會唱的回憶 然後現在上線了五六首嘛 然後聽的時候就覺得 哇好感人喔 然後一想要重聽耶 是喔 就更期待完全全部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真的 我真的記得每次看你演唱 我都覺得好感人喔 有嗎 而且不得不說你真的越來越會唱 這個是事實耶 現在連快歌都唱 我媽太會唱 你上一場演唱會 你媽也好會唱 我媽超會唱 我家裡都是她的獎盃啊 以前小時候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我給我媽聽 媽你聽一張專輯 第二張專輯 第三張專輯 我媽都只有說不錯啦不錯啦這樣 然後到現在 然後直到就是後面後面的好幾張專輯 我媽開始跟我說妹妹你現在很唱歌喔這樣 我就覺得哇 誰稱讚我都 誰稱讚我都 誰稱讚我就是 我就覺得就是謝謝 可是媽媽這樣講的時候我就覺得說 哇 說不定大名人媽媽唱得還比你爛喔 哎唷 媽媽 我媽媽來上來看的 對下次叫我媽 我媽說不定在直播上 你媽是不是看直播的人嗎 我有叫她看 OKOK 好 哈囉 我媽媽 跟你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王信玲的歌迷 下次我們一起唱大名 哈哈哈哈 觀光廳 然後本身上有在拍些影片 然後剛剛 怕媽媽沒看過啦 一些年輕人的平台 他一定知道 王媽媽妳知道我嗎 有啊 他一定知道 算是歌迷裡面算紅的啦 哈哈哈哈 他的表情算紅的啦 他可以啦 他可以 還有人說想聽王媽唱歌 我媽真的很會唱 到時候如果有演唱會 以後有機會來的話 當然OK啊 喔有人點了一首 好老 on my way on my way第一張專輯 擦乾了眼淚 我不要安慰 與其會過去才對 都是黑咖啡 忘了 都是黑咖啡 搞得我不能入睡 對嗎 擦乾了眼淚 我不要安慰 好差不多這樣 大家有想聽什麼歌嗎 我來唱給你們聽 哈哈哈哈哈哈 來來來 有人要跟我說 像剛剛 哇好大 哇有人想 碰碰也好久沒聽到這首歌 這首歌比較少唱 現在唱 喔對 有一首也算是沒有比較常主打那個 很愛我也很喜歡 你很愛我 卻丟下我 為什麼要把心甩破 你的愛我 卻留下我 你肩膀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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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歌也是一直真假音在轉換 欸我看到一個超好笑的 明天在我們那個拍花絮的那個影片裡面 也會唱到這首歌 有人留言說是那個 青春考卷 你是不是又忘了 我 一對線 那天 還要多遠 我現在馬上把歌詞 插出來 我幫你找青春考卷 還有什麼歌呢 青春考卷 對 這首歌真的很少唱欸 是不是哈 對 也是哈尼那一張 這個 我多想 身邊已陪伴 但你還欠我 一份勇敢 努力在我鋪埋這一個誓言 存到你夠專心就可以兌現 那天 還要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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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給我慢慢安全感 很多真假音還有轉音欸 青春考卷 以前他有一首真的是十例女生才可以唱的 那個 You are my only love 這一般的KTV唱不了 You are my only love 對啊 超久沒聽到了 還有愛的天國 夢的光點怎麼也會 對 線上什麼都是鐵粉欸 我記得那時候為了要跳那個夢的光點 你還有拿手電筒還是什麼 一大歌 在那個台南演唱 我都忘了 你記得嗎 有嗎 有嗎 不是手電筒 是一個很大的燈 不然就不是你 就是Dancer們 應該是Dancer Dancer們 夢的光點 因為他在弄很多光點 很大的 對不對 很短的 很短的 因為 我看一下 夢的光點 夢的光點其實是追追寫的欸 對啊 對啊 還有幸福 大家也想立刻出發欸 還有那個日落前七分鐘 喔我也其實也蠻喜歡的欸 還有睜開眼 對 打起精神來 我蠻喜歡那首歌的 水仙 啊女生最怕你也聽過 好強喔 胡彥斌寫的 對啊 手錶 對手錶也是那張專輯裡面的 手錶也是這一張 對 跟那個夢的光點同一張 嗯對 木馬圖成記 別說 為什麼都沒有講新歌啊你們 因為他們就是每一個 聽你的雷劇在路上啊 對 那我看那個表演 喔迷你電影 喔迷你電影 戀愛節奏 戀愛節奏 我都快忘了這首歌了 我好愛喔 我找一下 現在找到嗎 在 有一些可能不好找 我有唯一的一次表演是在 那個 專鍵堂 我好喜歡戀愛節奏喔 你記得嗎 凌晨一點醒來的時候 嗯 幻想你能在我的左右 在我的風 開車去東風 感覺 自由 享受所有的 戀愛 好 我拉一下 我好喜歡 我好喜歡這首歌 天啊 謝謝你幫我想起來 開車去東風 感覺 自由 享受 享受所有的 戀愛 節奏 但是全部牽著你的 好的感受 想說愛你卻開不了口 只能怪自己 勇氣不夠 好想 擁有 擁有 纏綿的溫柔 一有海 未經 捨不得 放手 喔 心中的感受 躺在你的肺炎 我期待依舊 想要和你 只想見秘宇宙 燦爛心動角落 我的世界有了你 已經足夠 我現在拿太多回憶了 不好意思 因為我直接忘記這首歌 謝謝你提醒我們 因為真的很多歌 十幾張專輯 每張專輯至少都有十首 然後中間還有一些 精選集的新歌 或者是原生代的新歌 線上的你們有沒有聽過那個嗎 愛的ATM 喔有啊 可以輸入L O V E Romeo 所有的L O N E Let it go 愛的ATM 交換所有的節目 對不對 好像是也是 是黏黏那一張是不是 還是 對對 他們靠近中間做一點點 因為怕你點切一半 對對對 對啊 小欣欣很常聽 飛吧 這樣往後一點就好一點 他說想要你快樂演戲 希望有好的劇本吧 對啊 也不是說演就演的是吧 生命中最好的缺憾 飛So Man 搖滾八姑娘 哇 維元哥的最愛 搖滾八姑娘 這首我還好 這首我也會先 啊 對不對 這首我還好 都是維元哥啊 搖滾八姑娘 去遠方 自行浪漫 原來這才是真的你 啊 抱著你哭 剛好 抱著你哭 剛好 兩個愛情的主角 是這樣唱嗎 兩個愛情的主角 不是不是不是 兩個愛情的什麼主角 忘了耶 抱著你哭 抱著你 我記得好像是 剛好 這首歌還是韋東老師配唱的 我看你的歌真的很經典 而且經典的歌超過一百首耶 謝謝 會不會太浮誇 一百首 滿多的啦 真的耶 真的是兩個愛情的主角耶 啊也是這個時候的耶 你看那個時候 其實這個歌詞 對那個時候 我是有點成熟 就可能有時候唱的時候 並不知道他完全在講什麼 我覺得你就是像這次集精選啊 就是有一些歌真的是在我二十歲 二十一歲二十二歲的時候唱的 我真的必須說我那時候唱那樣子的情歌的時候 快歌當然沒什麼問題 情歌有時候會有一點懵懵懂懂的 對 那現在的我因為有很多 經歷過了很多 然後 經歷過了很多成長啊 對 因為就是年紀越來越增長 所以對很多感覺特別 會感受得特別深刻 所以現在再回頭來唱這樣的歌的時候 我覺得有一些那些不一樣的改變 是一種自然而然 對 你看大年這種 我覺得你們應該也都有聽 什麼我會好好的 對 應該其實應該很明顯會聽到跟以前的差別 有人說觀哨文小聲一點求你了 好 不好意思唱太大聲了 會嗎 哈哈哈哈 我是幫他起Key欸 就是 稍微的特色 喔 喔 有人很喜歡我和你啦 這首也很紅 就在我心中啦 喔 還有美麗的日子 我其實也蠻喜歡美麗的日子 美麗的日子我也很喜歡 走走肩膀回回修 好像可愛的企鵝在揮舞翅膀 有你陪我 一起瘋狂 美麗的日子有你分享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那首是精選 然後你也沒有出來宣傳 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那是你已經別離唱的公司了 對 我離開公司 那時候離開前公司 對 然後剛好還有一些舊歌沒發 那一張專輯有一個好好聽的 叫做等 其實不是剛好 是刻意留的 喔 不好意思我剛剛是不好意思講啊 但是我很喜歡那首歌 我本來很希望就是 美麗的日子 我本來很希望他可以放在 睫毛彎彎嗎 還是哪一張專輯 可是 那時候一直他們都不願意放 結果後來就放在 我離開時候的精選 安排好的 不知道啦 算啦都過去了啦 但是還是很好聽的一首歌 而且我記得那時候是 就是我碰到阿牛 然後特別跟阿牛要的歌 然後特別跟阿牛要的歌 你們有聽過等嗎 你看有有有 你看 你看有有有 你看有有聽過 心動了 敞開了 不動的手臉 你快把我拉 我已經忘了得多次了 你們剛都有看到新的MV首播嗎 等一下我們直播完 你們最好再給我相對看一次喔 我們點閱要衝起來好不好 要衝起來 破個一百萬吧 然後你們去預購了沒有阿 新的集精選已經發行了 而且如果說你們有在線上數位聽的話 就知道其實錄得很用心 開始預購 但是數位是可以聽到了 搶先聽一遍 差不多六首歌 所以大家快點去預購 很多人都說預購了 很好 棒棒 現在就預購了很棒 而且今天看到新聞 新聞有寫說 你的生日願望是想要 快點開新的訓練 對阿 因為大家都敲碗很久了 對不對 有人敲了兩個碗都破壞 我本人 我也很希望阿 其實本來 本來這個就是我們一直在計畫的事情 對 然後一件一件來嘛 慢慢來 一樣一樣 讓你們知道 一樣一樣把這些我們準備好的計畫 乖 乖 你們乖 反正很快就會有辦法 我們 航管阿什麼都OK了 就慢慢過去了 對阿 有時候真的也不是 有很多因素啦 沒辦法 必須放慢腳步 是 嗯 還有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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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想 大家等一下一定要再去看一次MV喔 我嗎 剛剛其實看的時候因為我們便跟網友聊天 嗯 錯過了一些小細節 嗯應該重複看一下 都會看到一些小細節 對 對 所以你那天有來探班 所以那些 你應該就會想到那個時候還有其實很多小小的小小的一些話 對對小彩蛋 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下 明天 明天 對沒有晚上九點 對燒溫的頻道 這一集很精彩喔 燒溫的頻道可以看到 這樣 這一集精彩喔 精彩喔好想看喔 而且這樣好笑喔 九點嗎九點 對晚上九點 OKOK 大家明天到時候可以準時鎖定 反正今天一等天的時間給你們24小時 你們把那個MV複習完 嗯 再過來一天 我們就來看MV花絮這樣 嗯 好 而且明天是個很重要的日子耶 明天 就是除了我本身會上這個花絮之外啊 還是一個國際級的天后的18歲生日對不對 喔我知道啊 喔你知道 就是我本人 你是本人 好啦我們今天就是非常用心的幫你準備了一個蛋糕 喔謝謝 祝你生日快樂 祝我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祝我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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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草莓的耶 這是什麼 Cheese嗎 太感人了 我居然坐在你旁邊幫你親身 謝謝 跟大家一起 對這是 嗯 好不免俗的還是要許些小願望 生日願望對不對 好的 我的生日願望啊 第一個 第一個我就 你知道嗎 我真的很希望就是 疫情呢 當然現在很穩定 我很希望能夠趕快我們有疫苗 我們能趕快有這個 這個這個治療的藥物 然後讓我們可以趕快 更多機會 然後可以更近距離的見面 對 好這個願望 這個很重要 這是我很希望的這樣子 然後呢 第二個願望呢 就是 怎麼辦 第二個願望呢 就是 大家喜歡我們這張幾經選 然後 演唱會能夠趕快 趕快公布呢 跟大家分享 OK OK 第三個呢 不告訴我們 好 好 蠻長的 很認真是 吹蠟燭 耶 很開心今天跟大家度過 你們開心嗎 我們算是提前過一個小生日 對差不多 因為時間其實就快到了 因為殊不知我不小心講出來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把它切蛋糕吧 今天本來很精心安排耶 環球的人還提前一台車來耶 然後他們還來我家先把那個蛋糕冰起來耶 真的 難怪他們就想說怎麼沒有一起出發 喔 喔 原來是因為這樣 因為工作人員問我想吃什麼口味啦 我以為你知道 哈哈哈哈 其實在直播前我都不小心講出來 剛剛吃份瞬間尷尬 沒有後來我就說我只要不要可以都可以 喔 就是黑巧克力 我不喜歡巧克力喔 我不愛黑巧克力 那榛果呢 可以 榛果巧克力很好吃 這應該是草莓品質 我先對不對 先切個一刀吧 我先把它放放開 那我不要切斷對不對 對 對 哇我從來沒有直播跟大家 過去切蛋糕過呢 好特別 好有意義喔 那剩下就交給你對不對 好 可以 所以大家等一下再去看一次MV 好明天晚上九點我們花絮就會播了 對 在觀觀的頻道 YES YES 我來幫你切 然後 今天 喔有些人已經開始預購了 對 就 希望你們會喜歡 因為這次環球 我送你們的生日禮物 哈哈哈哈 你的 你們要預購出好成績 就是你們送給王心裡的生日禮物 對對對 因為這次環球真的算蠻用心的耶 因為其實現在非常多專輯已經沒有預購了 嗯真的喔 就是因為其實成本越來越高 然後賣的其實沒辦法那麼多 是沒錯 所以其實很多歌手都是直接發行 然後賣不好就不會再二刷撲貨什麼的 所以已經有預購了 因為實體銷售 實體銷售現在本來就是這樣 大家都是聽數位嘛 對 所以其實實體銷售真的都是為了歌迷朋友所準備 所以這次才會做這麼大包的禮物 想要送給你們收藏 而且超久沒有看到新的就是作品啊 嗯 離上張專輯也 兩年 兩年 其實是一八年底啦 對 其實是還不到兩年 一年多 對 離上張專輯一年多 一年有七個月 對可能大家會覺得很久 但是因為真的不像早期那種 一年發三張片啊 對你有一年發三張片 真的好可怕 就是啊 頭中尾啊 中尾還派一個王上劇咧 對 然後其中還有就是金 其中一個是精選 對 所以那時候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忙 賣命 對 但是現在也不是不賣命 但是我覺得就是狀態跟 時代跟狀態階段都不同 所以大家都會比較放慢一些腳步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上張專輯也是一年多啦 對 所以大家好不好 如果真的很想念我的話 就先聽一下幾精選 然後未來有適當的時期的時候 一定會再跟大家見面 喔有人說OL那段好漂亮喔 真的嗎 嗯 他說雖然說很傷心 可是很漂亮 學生也很漂亮喔 很不違和 自己講 看一下還有什麼留言 對 到時候 喔我會更好 也好久沒聽這首歌 喔我會更好 你寫的 對 歌詞我寫的 定十張了 哇 這麼棒 有人已經定十張了 一定要用行動的知識 沒錯 欸呀 喔 愛太空也好久沒聽了 喔 愛太空會不會收錄在裡頭呢 有機會 有機會 好 反正我看到大家到時候敬請期待 因為今天屬妳說來到我家 還拍一兩支影片 對 所以大家到時候可以期待一下 這個是 好笑 對 真的是可以鎖定關關的頻道 好笑又精彩 首 首部是 明天晚上九點 對 關關的頻道 然後之後還會有 還會有一兩支 對 大家有什麼願望嗎 欸我們可以來吃蛋糕這次 吃播 會不會太甜啊 對妳來說 不會啊 我要喜歡 來來來來 啊啊啊 切得好醜喔 怎麼辦 因為刀子太小 沒關係啊 對 好沒關係 真的很醜耶 對 不好意思 醜中之醜 沒看過那麼醜的蛋糕 對不起 是我的錯 我也是第一次在直播吃東西給大家看 會不會太沒形象啊 屁也不會啊 可是真的是 我沒有做過的事 我先吃喔 好 我再切第二個 更醜 哎呦 哎呦 我讓他翻轉一下 不好意思 有人說到時候會有簽名會嗎 有啊 會 會有簽名會 但是就是只會有一場這樣 然後就請大家 我們好好把握一下 這也太好吃了吧 但是是不是到時候 一些相關的訊息呢 還是要鎖定一些 我覺得官方 我們官方會公佈正確的資訊 是 不管是我的 IG我的FB 或是環球唱片的FB 都會有些正確的資訊 然後可能到時候還會需要大家一起配合的 戴口罩等等之類的 那些細節 都會在官方的這個 資訊裡面告訴大家 所以 大家小心不要以而傳而喔 到時候就是又會 又錯過時間啊 然後 之類的 嗯 因為這真的很重要 那簽名會就是不能錯過時間 對啊 錯過時間傷心 你知道以前那簽名會真的排超多人的時候 我還 我記得我也是還算時間耶 因為有時候會在期末考簽 然後就不敢去聽你唱歌 然後我就去圖書館把東西放好 然後我算 因為我知道你很紅 所以我這樣可能都會簽三個多小時 我就在第二個小時的時候 把東西丟在圖書館 然後偷偷搭捷運去西門町 然後看到那邊人潮剩下一點點 我就覺得啊 算得太好了 因為排都不用排半小時 我就排上去簽完之後 就快點再回去圖書館 天啊 然後我家人來圖書館找我還找不到 我說啊我旁邊買燒拉飯 因為他看到我的包包放在那個自修室裡面 然後其實我去參加了一個簽唱會 因為還要算時間 我想很多人應該都這樣吧 真的是很辛苦 像我那時候 簽名簽唱會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爸爸媽媽 或者是還有那個阿公阿嬤 帶著孩子來的 帶著孫子來的這樣 阿嬤你可不可以幫他簽名啊 阿嬤你跟他講 叫他要讀書喔 什麼之類 很多都是這樣子 然後我都記得說 我覺得爸爸媽媽這樣很辛苦 我都會跟他們說 你要謝謝爸爸媽媽喔 這樣下次我們才會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碰面這樣 然後每一張專輯 每一張專輯 我有從就是 在我桌子 就是我坐著嘛 一般簽名的時候 在我桌子就是跟我差不多平視 然後漸漸漸漸 我越簽越簽 這樣越往上看 漸漸 長大了 所以大家已經慢慢變高了 對啊 所以真的有很多我們之間的回憶 而且重點是我們沒有喜歡做人耶 因為你是個很正向的人 然後就是不會學壞阿 就如果我們跟著你是對的 我覺得這事情很重要耶 因為很多爸媽會以為說 你一邊參加簽唱會 參加演唱會花錢阿什麼的 可是如果你跟到好的偶像 你會覺得 不要升上學到的東西之後 你會一直跟他往去好的地方前進 對啊那時候我記得我常常的簽名簽唱會 我剛好都會碰到期末考什麼的時候 我都會叮嚀大家 而且甚至是 我還有歌迷就是 就是在下一次的簽名會的時候 他就帶他的成績單來給我看 被盪喔 沒有 被盪他怎麼會給我看 他就告訴我說他有聽話 然後他考得很好 好感人喔 然後我也有那種就是說 跟我說我剛考到什麼研究所的歌迷 這樣 然後結果後來他現在已經是 醫生受醫師什麼的到現在 回憶的一個里程碑 你們去看那個MV就知道 把自己想像成五月情 就是你一定有人陪著你一起追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 你們一定有因為喜歡王星而認識更多朋友 有沒有 因為超多的領寶都超可愛的 不過因為這樣也認識好多領寶喔 真的喔 而且你知道我常常會 就是男生女生領寶他們會一群嗎 我常常會叮嚀男生 就是簽唱會啊 或是他們留的比較晚 我都會叮嚀男生要照顧女生 同時也是去上海 然後一下飛機就有人認到我 然後就今天拿了一大堆那個 演唱會的 不是 因為我太高喔 然後他們就拿了一大堆你的那個 應援物 就說明天演唱會 你這些都要帶去什麼 就送我一份 就是你剛剛看到那個 好溫暖喔 他們的美術很強 他們真的很厲害 我覺得真的都很可愛我的領寶們 好 反正重點是今天直播重點 再幫大家複習最後一次 好 就是我們的精選已經開始預購了 對 開始預購囉 就是你不知道是聽什麼 你可以先數位搶先聽個五六首 聽完之後你一定會很喜歡 一定會很喜歡 然後就可以出門去預購 網路上也可以預購 我非常建議就是 可以帶著機聽 你就會聽到那種演唱會的音場的那種 一萬人的那種 音場的那種氣氛跟感覺 所以你可以帶著耳機聽 當然家裡如果有那種 就是左右聲響的音響也是可以 那用手機聽當然也可以 可是可能會小一點點這樣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這就是我們 或許就帶AirPod 一邊不要臉 就是一半一邊沒聲音 好 反正這是特別錄製過的 對 特別錄製過的 然後是送給你們 然後我們之間的一個 一個里程碑 我們的紀念的一個回憶 然後預購有送很多東西 包括小卡 明信片 還有獨家收寫的信 對 然後還有那個 再修出來的卡帶 呃 呃 剛剛還有講什麼 呃 拍立得 VIP Pass 對對對 然後手紮 就一本手紮這樣子 反正就是環球唱片 很有誠意的大禮包啦 對 然後價錢真的甜甜餃 我真的 我在這裡 不得不給環球唱片 一個掌聲鼓勵 環球唱片 就有錢啦 我們沒有賺這個錢 哈哈哈哈 我們只是把成本 吸收一點點回來就好了 對 但是他們是吸收蠻多的 對啊 謝謝環球唱片 希望就是跟 我跟歌迷朋友之間的回憶 平裝版 那預購的話就會是金裝版 金裝版就有這些 呃 很多很多 誠意滿滿的內容 我平裝版 就不一定了 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因為你們有預購啊不然呢 不然為什麼叫平裝版跟金裝版 對啊 生氣 哈哈哈哈 好啦 反正今天直播差不多告一個段落了 對 大家到時候再繼續留言 明天就是王星星生日 九點會有花絮的影片 好喔 記得鎖定呢 我們要讓大家截個圖好了 因為我們一直講話他們都沒辦法截圖 截圖是不是 這樣可以嗎 可以 可是明明是動態 然後一直這樣不是很傻嗎 他們就是喜歡截圖會tag我們 真的嗎 好 然後呢 沒關係這樣就可以了 對 你們比較少看直播對不對 對 欸直播怎麼看有誰誰誰點誰啊 我那天後來 我是回放看陳寗的 然後看到 我們可以連線 怎麼連啊 下次再教你啦 喔 畢竟我們今天已經聊很久了 好吧 還很想聊有沒有 還很想要怎麼連想連連看耶 反正各大社群平台 你們都追蹤起來 訂閱起來 然後到時候就可以隨時follow你 有沒有新的動態這樣 是的 好 王星星生日快樂 謝謝 明天記得收看公關的頻道 會有MV的花絮 大家晚安